6月份本土旗指进行结算 在下午1点钟左右 整个加权指数出现了先压后拉的走势 中场我们看到最后是下跌22点 收在了9189 这代表失守了9200点大关 而量则是放大到了927亿元 日K已经是连续5根的黑K 并且盘中再创下9170 这是5个月的新低点了 贵买指数收在135.35点上涨0.63点 涨幅是0.47% 而量是萎缩到了180.89亿元 金融指数最后收到了1184.01点 下跌7.86点 跌幅0.66% 而量则在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是增加到了88亿元 日K连3K 而且最重要的是 昨天黄色这一条季线已经是正式的失守了 而D&T指数则是逆势收高了1.04大点 涨幅0.29% 收在了360.59点 而成交量则是放大到了517.12亿元 而外资在集中市场昨天更是将卖超的金额 扩大到了104.99亿元 这已经是连续14天的卖超 尤其6月份以来整个涨跌幅放宽的心智上路之后呢 是天天都是卖超 而自行商呢 在自行买卖的部分呢 看到连续两根的红色柱状体是连两买 昨天买超了1.92亿元 投信则出现了连四卖 在昨天卖超的金额3.32亿元 三大法人不包含自行商避险的部分呢 是合计卖超了有106.39亿元 连续14天的卖超 刚刚的关心土阳法人昨天买卖超金额 最多的前10名的个股 在画面当中您看到是昨天外资买超金额前10名 第一名看到是在联发科 昨天单日买超金额有7.5亿 而中信金也买超了2.46亿 第三名在工业电脑当中的龙头个股 延华买超了2.11亿元 至于第四跟第五名呢 都超过有一元以上的买超的金额 分别是在触控股当中的FTPK 还有金元代工当中的世界先进 而6到10名昨天外资买超最多金额的个股 分别是包括了有 丰泰 历程 群创 台售保 以及在塑化股当中的国桥 而至于外资昨天卖最多金额的个股 尤其我们看到昨天单日对于台股呢 整体卖超的金额又突破了百亿元 昨天呢 看到台积电 持续成为了卖超金额第一名的个股 我们看到昨天单日卖超了 9.38亿元 而富邦金被卖超了6.98亿 至于呢 三到五名分别包括了鸿海 华硕跟中华电 卖超的金额也都超过了3亿元 而6到10名昨天外资卖超金额最多的 分别看到了有电信股当中的远传 还有中钢 我们看到远传跟中钢一般被投资人认为都是属于呢 是所谓的定存股 表现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个股 昨天也成为了外资卖超的6跟7名 而8到10名 我们看到包括了有华雅科 台数化跟国泰金 卖超的金额都超过2亿元 而本土法人的进出现在观察到在投信呢 昨天买超金额最多前10名的个股 第一名是在红家军当中饥殼个股2354的红准 昨天买超金额0.79亿 而第二名联发科跟外资同样站在买方是有之一同 昨天的投信买超金额第二名是0.75亿元 3到5名则是分别包括了有同亨光环跟华星光 可以看到有两档都是属于光通讯的个股呢 昨天成为了投信青睐的标的 而6到10名买超金额最多的在投信当中看到 有深化加三雄呢同样有两档入列 分别是在第六名的全新还有第八名的红杰科 至于呢东阳景德还有利奇也都出现在6到10名的位置当中 而在本土法人当中看到投信昨天卖超金额最多前10名的个股呢 我们看到在脚踏车双雄当中的美丽达呢 成为了昨天投信出脱最多的个股0.79亿元 至于呢林华赵峰金世界还有友达呢 则分居在昨天投信卖超金额的2到5名 6到10名来帮您观察到有富邦金 群联 南亚 中信金 跟嘉泽 至于呢在自营商自行买卖的部分昨天买超金额最多前10名第一名是在股王大力光 1.27亿元 而占全值最大的龙头个股台积电呢则跟外资出现了对作 我们看到昨天成为了自营商自行买卖第二名买超金额最多的个股 1.01亿的买超金额 而3到5名呢则分别看到有如虹 富邦金 F惠阳 我们看到自行买卖的部分呢在富邦金也是跟外资还有投信都出现了对作 而6到10名买超金额最多的分别是有核硕 联军 上证返 F永贯跟宏达电 而联军呢 刚刚看到这投信呢有买超光环跟华星光 而联军则成为了自营商自行买卖在光通讯当中比较青睐的标的 而至于在自营商自行买卖部分昨天卖超金额最多前10名的个股呢 我们看到分别有元大金 FTTK 台售保 美丽达 还有金城 美丽达呢我们看到本土法人都站在卖方 而6到10名我们看到有隆达 新日新 宝城 类比IC当中的利期以及食品股当中的价格 而昨天是6月份台指期的结算在台股呢盘中也因此大喜三温暖 中厂在整个现货指数部分呢下跌了22点收到了9189点失守了9200点大关 这盘中再创下5个月的新低 而外资不仅在现货卖超的金额刚刚也看到了放大到104亿元 在台指期新开仓7月份的合约当中未平仓进空单仍然是突破了万口有1.03万口 而自营商在新开仓的水位则呈现了进多单4061口 来到看到这前十大交易人则呈现是进空单1050口了 而7月份新合约卖权买权未平仓比 也就是普口 ratio 值65.546% 而前十大交易人在选择权买方当中我们来看到在上方红色线条 所代表的新开仓这个买权的水位呢是52,391口 至于下方绿色的线条所代表的卖权呢 新开仓的水位则是来到了24,172口 前十大交易人卖方的部分呢来看到买权 59,590口的水位 卖权则是41,871口 而外资在选择权的买方来看到新开仓的合约呢 买权12,486口 卖权88,216口 至于外资在选择权的卖方看到了买权 64,876口 卖出卖权的部分呢则是33,620口的水位 台股昨天以平盘附近开出呢 遇到了台指期结算的变数 盘中出现了区间的震荡 而中场是下跌22点 以9,189点做收失手了9,200点大关 前加量则是放大到了927亿元 城堡面的外资在现货持续呈现了卖超 那么同时卖超的金额在昨天又扩大到了百亿元以上 期货的部分呢 6月合约在昨天结算之后呢 新开仓的7月合约 外资仍然有万口以上的空单的水位 而自行商呢则是4,000口的多单 土阳法人延续了6月份多空不同调的操作方向 而在前十大交易人的部分呢 新开仓水位则是净空单1050口 昨天在节目当中就有提到呢 前十大特定法人在7月合约的部分呢 是呈现了空单 前市法人看待后市仍旧保守 而另外值得注意到的就是在选择权的部分 目前的poco ratio值的位置呢 是在65%左右 这个数值平均起来 又比上个月来的要更低了 如果有持续锁定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说 在上个月的合约几乎都是在70上下左右 而这个月的比值呢 反而就直接来到了6×5 也就是说呢 这个买权的未平仓量 已经快要比卖权的未平仓量要多出一倍了 这气氛上似乎又更加的保守了 而在摩台散户多空比的部分呢 昨天这红色线条 所代表的多单的水位出现了小增之外呢 绿色线条所代表的空单更是减少 来到了两位数 这使得多空单的差距就因此再度的拉大了 这部分是不是会为台股接下来要反弹会带来压力呢 也值得观察 而台股昨天在结算因素之下 成交量出现了放大 使得整体格局就呈现了价跌量增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天的收黑 不但这低点越来越低 而且是伴随着成交量的增加 主要是来自于原先在季线之上的金融股 在昨天转弱而且是跌破了季线 不但连续三天收黑 昨天重要这条黄色的季线是正式的跌破 反倒是电子股呢 昨天是较为强势表现的族群 除了不再破前低之外呢 在电子指数收红之际 也看到了成交量是明显的也跟着放大 那么电子是不是能够在端午节过后 转为成为了支撑台股的撑盘角色呢 这个部分还需要再做观察 而在电竞不同调之下呢 这盘式也将会陷入整理 因此呢在重码面尚未转好之前呢 也要提醒投资人 这仍然需要谨慎面对现在的盘式发展了 而台数四